为大家介绍有一个比丘 他想要问佛陀说 有没有任何的思受想心事 是长恒不变的 是永恒不变的 可是佛陀告诉他 你觉得怎么样啊 我手里面的土多还是少 比丘说少 他说对 你想要求得长恒不变的自我 也是一样非常稀少 因为万事万物都在变动 你要找到一个长恒不变的我 是很难的 那佛陀他为了要让比丘更了解 这个长恒不变的我 是多么难找到 他就举个例子 他说他过去世的时候 曾经当过光阴天的天人 还当过大饭天的天王 之后呢 三十六次做第四天的天王 等做完第四天的天王 又回到人世间 当百千次的转任圣王 那他当转任圣王 非常的不得了 七宝巨主 要什么有什么 我们上一次就谈到了大象的问题 大象这个有非常多 八万四千龙象 结果这些象 早上跟下午各有一次 会来大地面前集合 那转任圣王 慈悲 他不忍心看到这么多象 每次大阵仗的来又大阵仗的走 踏死许多无数的小众生 所以就发愿 你们一百年来一次就好了 结果这八万四千象 有四万两千象 就百年来一次而已 那这个转任圣王 他又拥有非常多的马匹 有八万四千匹马 这些马都是用纯金 打造这个马鞍 我们马上面有一些 有马鞍马乘坐的地方 他都用纯金打造 然后又有金王 用金色所纯金做的这个王 覆盖在这些马上作为雕士 然后这里头有一匹马叫 普罗马王 普罗马王是所有马里面的导手 所以你看啊 连马都是用黄金作为装饰 不得了 我们现在看一看这个现代的一些马 我们也很难看到马用 马的这个马鞍用黄金做的 我们也很少能够找到 所以真的不简单 那这个 除了马之外 还有八万四千种保车 就是马不是可以拉车吗 那这些车子有八万四千种车 我以前曾经看报纸的时候 看到那个美国 美国那个大联盟 有一个头手蛮有名的 左头叫做Landy Johnson Landy Johnson 他很有钱 听说他的家里 大概有三部名贵的车 那这三部名贵的车 他家就是用 用这个什么 转盘 圆圈的转盘放着车 然后每一次要出门的时候 可能就按一下 我今天要开哪部车 转盘一到 到了之后 我就开这部车出门 看看他要选哪一部 可以都选不同部的车开 这个我们在一般看起来 已经很不得了了 对不对 可是转盘圣王你看 八万四千种车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你这个十年 每天都换不同的车 也做不完 所以你看那个转盘圣王 多么的富贵 现在为止都一直在讲 转盘圣王的富贵 好 八万四千种车里头 大概有哪些车 大概有黄金座的车 以及银所做的车 琉璃做的车 玻璃做的车 你看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的车 都是用金属所做的 做的这个外壳 可是我们看一看 大部分有看到黄金座的车 有做到银 全部用银座的车 好像还没看到 古代你看 各种车 还有全部用宝石 玻璃 全部用琉璃做的车 通通都有 所以你看转盘圣王 它的富贵 然后上面用各种 什么狮子皮 虎的皮 豹的皮 哇各种皮来作为 作为这个秤 作为秤 把它秤住 那除了这个车之外呢 转轮圣王 还有很多的城堡 八万四千座城堡 哇你看 这么多城堡 你 我们现在啊 普通老百姓 一辈子啊 能够有一个地方 有个公寓可以住 就很不错了 像台北市啊 寸土寸金 一个人啊 他不吃不喝 一辈子要在台北市 买一间小公寓 他可能耗尽他一辈子 在那边赚钱 然后用贷款的方式来还 你看 要有一个小窝 就已经不得了啊 耗尽一身啊 可是你看转轮圣王 他是什么样情况啊 哎呀 八万四千座城堡 看他要住哪一座城堡啦 哎呀 住不晚 完全住不晚啊 那每一座城堡啊 又不是说苦啊哈的 专门要伸手 跟转轮圣王要钱 哎有的是这样啊 你如果说 有一些地区啊 比较贫穷 没什么生产力啊 哎中央要给地方 哎中央有责任照顾地方啊 可是 转轮圣王 他八万四千城堡 每一个城堡都非常的富足 非常的安逸 你看 做一个转圣王 非常的高兴有这种状况啊 那人民啊都过得非常安乐 其中啊 又以居舍菠提王而为上手 就是每一座城都有一些 都有一个王嘛 那其中又以居舍菠提王为首 除了城堡之外啊 还有八万四千宫殿 这些宫殿啊 一样用黄金用银 用玻璃用琉璃打造的宫殿 哎呀你看 还有模拟琉璃啊 琉璃里头还有一种叫模拟琉璃的 是最高的 模拟琉璃由喝 再讲一次 模拟琉璃由喝 这是一种最高的宝物 你这种最高宝物啊 当作是所有宫殿里头最好的宫殿 还有呢 八万四千宝床 你看 我们一个人有一张床啊 能够睡就不错了 单身汉啊 像我们单身汉就是 有一张窄窄的床 每天可以上去躺着休息 一觉到天亮 我们就很安 很富足了 就觉得很安稳了 然后如果你有一天啊 比较富有 可以有一张双人床 不一定是 不一定是两个人睡了 也许你是一个人 但是你躺双人床 看你要怎么滚 滚来滚去都可以 你看那多么快乐 一个人睡双人床不错了 有一张床 一个人有一张床已经不错了 转人圣网 八万四千床 哎呀那简直 每天换一张床都睡不完 所以你看 他有八万四千种宝床 也是一样 用金色的金银流离玻璃 种种的装饰品 所装饰的这个床 非常漂亮 并且上面还有非常柔软的枕头 可以睡 哎呀你看 这个多么的富贵 再来 爪人圣网 还有八万四千种衣服 各位 我们啊 我们说一个女人 她是最喜欢买衣服的 来 把你的衣柜打开 你说你的衣柜放不够 还占另外一间储藏室 又放 不管你放几间 请你细数看看你的衣服 有几件 屈子可数还是数得出来 数得出来 但是你想一想 这个专门圣王八万四千种衣服 那个可不是一间两间或三间储藏室可以储藏的 那个要很多的储藏室才可以储藏这么多衣服 一辈子也穿不完啊 每天一份换也穿不完 所以你看哦 它有八万四千种衣服 那各种植料做的衣服都有 有什么加世西衣啊 有这个除磨衣啊 头丘罗衣啊 巨占婆衣啊 这些都是梵文啊 梵文直接用音翻译过来的 意思是指不同植料的衣服啊 各种植料衣服都有 再来这个我们说 我们说啊我们这个皇帝当皇帝的 有后宫三千对不对 结果啊 不只是后宫三千 转身完有多少个玉女呢 八万四千玉女 而且这些玉女啊 都是精挑细选出来 都是撒地利种姓 还不是普通的种姓哦 是我们说印度有四种阶级 撒地利阶级 有这个婆罗门阶级 有废舍 有索陀罗 婆罗门最高了 再来撒地利 撒地利 婆罗门最宗教师 撒地利是政治家 费色是平民 索陀罗是这个奴隶 然而现在这边所指的八万四千玉女啊 每一个都是撒地利种姓啊 不是普通索陀罗总姓 费色种姓啊都不是啊 所以都是总姓高贵的女子 接下来呢 在吃的方面啊 如果大家曾经看过韩剧《大肠经》的话 你就知道 哇 这国王啊 能够吃得极尽享受 那个厨房里面啊 都有这个中破筛啊 都有那个大厨在长厨啊 下面有很多人在为皇帝煮饭给他吃啊 各种好吃的都煮得出来 每天换一些不同的吃的东西 各种汤头爱什么有什么 已经很不错对不对 对不对 转转圣网是八万四千辅持啊 那个食物是多啊 数也数不清 我们有时候说 我们去大陆的时候 吃这个满汉大餐 听说有的满汉大餐啊 是接力赛 一直吃一直吃 吃不完 一直吃 整天都爱吃 吃不完 那这边啊 可是我们就算吃了一天 还是数得出来哦 是数得出来这个数量到底有几种 可是你看八万四千辅持 开玩笑 那个简直是无限量啊 无限量供应啊 这些不同的食物啊 是重味具足啊 各种美味 酸甜苦辣 通通都有 再来 这个转转圣网啊 还有八万四千玉女中啊 只 我们刚才说转转圣网有八万四千玉女 可是转转圣网他很知足 他只用一个女子来当做他的适者 他没有用很多女子 那转转圣网他也非常的知足 八万四千种宝衣啊 他只是选一件 来穿 他没有那么的奢侈 所以没有我们想象中奢侈 他拥有这么多 不代表他用这么多 那八万四千宝床啊 他只睡一张床 所以啊 跟我们都一样 所以 你说那那为什么 只睡一张床还要那么多床 这就是我们跟国王不一样 国王他极尽可能的拥有所有的权利跟富贵 只是说有的国王他享受 享尽荣华富贵 那有的国王呢 他就比较谦虚 比较这个朴素 转转圣网就是属于朴素的国王 因为他懂得佛法 那么懂得佛法 他过的生活就比较简约 那包括你看啊 有八万四千宫殿 他只睡一个宫殿 他没有说啊 还分春夏秋冬 有春宫夏宫 秋宫东宫 每一种啊 夏天都去比较凉爽的宫殿 他也没有 他就睡一个 他就住一个宫殿而已 那八万四千城堡 他只睡一个城堡 只带在一个城堡 叫做居舍菩提城 有八万四千宝车啊 他一样只乘坐一样车 那一辆车叫做皮舍爷南提驱沙 皮舍爷南提驱沙 那他这样子坐 坐这些车 有时候要出去游览的时候呢 有八万四千宝马 他只乘坐一匹马 他也不坐很多马 就乘坐一匹马 这匹马叫做婆罗赫 这匹马的毛的尾巴 尾巴的毛是这个肝色的 密字旁 然后一个肝露的肝 它是这种色的 好那八万四千龙巷子里头 爪人圣王只乘坐一头像 叫做什么像呢 叫做布萨陀像 乘坐这头像 出去城堡外面 去观赏他的国家老百姓们 好以上 佛陀就把他过去是本身故事 讲到这里 各位你看 我已经从上一集开始讲 转人圣王的好 他的富贵 讲到这一集的现在才讲完了 你看这么多 而且已经很简约的讲 如果要细讲的话 开玩笑 每一个都是八万四千 那展开来那太多了 讲不完 那个每一种展开来 八万四千宝床 开玩笑 每一张床都给他细细研究一番 太多太多了 讲不完了 所以很笼统 很概括 很简单的为大家这样介绍 介绍说 你看 转人圣王的富贵是这样子 那何况 佛陀不是当过转人圣王 他还当过 这个第四天天王 那个天王又比人间的王还要伟大 还拥有更多东西 不是只有当过第四天天王 他还当过大范天天王 他还当过光阴天的天人 你看 佛陀的福报有多么大 这么多的天人 天上的王 地上的王 人间的王都当过了 不得了 你看 好 他就告诉主比丘说 比丘啊 这是何等的夜报 这么大的夜报 得到如此的大威德自在 这是非常有威德 也非常自在的 所以我们后来不是说 逆中有大威德金刚 各位 这个大威德在原本 原始佛教佛陀是在用来说 他过去是你看 要有什么果报 什么福报 他就什么都能够享用 大威德自在 那佛陀就说了 这么这一切的一切呢 是靠三种夜报 所以各位 注意听啊 如果你也想要有佛陀 这么大的夜报 这么大的果报 来自三种情况 只要大家好好具备这三种情况 有一天 你一样具有大威德自在 哪三个呢 第一 布施 大家想想看有没有做到 我相信电视机朋友们 你们基本上都做到了 你们一定经常帮助穷人家 帮助三宝 扶持三宝 供养生人 这个你们一定都常常在做 我相信你们都做到了 这个布施为什么要布施 破除千令心 各位 千令心不破除 那是什么心啊 给阿等教阿度 想想看 你的心量给阿等教阿度 怎么样能够 能够突破 这种 狭小的心量 如果你一直不布施 一直 像那个阳朱 古代有一个人叫阳朱 把一毛而立天下 不做就是不做 意思是什么呢 把一根毛 一根寒毛 就可以立一天下人 他不做耶 为什么 自私之力 我 我只做对自己有益的事情 你叫我拔一根毛 这是我的毛耶 你叫我拔毛干嘛 立一天下人 跟我无关 各位 这是自私之力的人 为什么要布施 破除这一种的自私之力 让我们不再千令 这很重要 很重要 所以 为什么 布施 可以升天 可以让你成为转如圣王 可以让你成大半天王 等等 因为你的心量打开了 你不再只看到自己 你看到天下人 你看莫子 莫子他是奸相爱 摩顶放肿 摩顶放肿 在所不惜 所以 莫子 以及莫子的学人 他的徒弟们 大家都是非常的 朴素 过得非常简朴 所以你看到 这个是布施 布施就是要爱天下 爱所有的人 没有等差 儒家是什么 儒家是 亲亲而人民 人民而爱物 先 亲爱自己的亲人 先爱自己的亲人 等到自己的亲人 爱完了 我们再爱 其他人 陌生人 等到陌生人都爱完了 我们再爱天下万物 所以各位 这是有等差的 但是佛教 他的慈悲 是不分对象 平等心 爱一切众生 布施就是作为一个开头 第二个叫调服 你要获得这种大果报 要怎么样 调服自己 如果你的心 总是硬邦邦的 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完全没办法 以客观环境 作为考量 没办法来考量众因缘 然后调服自己 调整自己 你总是要别人 顺应你 你总是不想 顺应环境 那就没办法 记得 那个方向是什么 修行人的方向是永远调整自己去顺应环境 不是要环境 不是要别人来顺应你 这才是修行人的方向 所以 如果你可以调服自己 基本上你的心就柔了 柔了 就上到了 天人 天人的心是柔软的 天人的心不是刚强 不是坚硬的 你想要成为天人 就要像天人一样柔软 第三个叫做修道 修道也就是你过一种朴素 刻苦的生活 少欲的生活 乃至禁欲 无欲的生活 透过这种修道 你来世 也会变得非常富有 为什么 因为你知足常乐 所以佛陀他透过这三个方式 得到那样子大果报 那么 这边佛陀他要告诉 这位比丘的事 你看 我有这么大的果报 结果都成为过去了 过去那么风光的岁月 过去就是过去了 所以呢 从这边 他要告诉这位比丘说 一个凡夫 他一直在重情与武欲中 没有厌足 没有满足 那圣人的智慧刚好相反 是经常满足的 所以我们要学习这样子满足的心 而且最重要是要认识到什么呢 射受想行事 世间任何一法 任何的射受想行事 都是磨灭法 都会过去 从中找不到永恒 我们在这里头看到是无常 当你接受这个事实的时候 你上道了 你可以悟道了 希望大家都可以开悟 阿弥陀佛 多 5 6 5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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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0 10